如果你說說真的欠一年 可以入騰訊 但是策略會是慢慢買 分住買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來説 火火可能中短期一些 譬如未來這一季 或者一兩個月來説 我覺得騰訊都在個案區間 就是你很明顯見到的 其實過去這兩個月左右 都是大概383至380元 其實運行了一段時間 甚至你過來兩星期前 那份業績差 那份業績都沒有穿383元 整個框框還在走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炒作 反而 即不要說是否第一年 我想這一刻你入場 如果真的付一個操作短期來計算 330至380元 那現在340多 其實都屬於區間偏中下方一點 其實直播性都有 譬如這一刻入場 你穿383元 你肯打肯走的 OK 輸十多元 其實真的都是5-6%左右 其實真的不是太多 但是上面一旦淡方可能380元 那現在看上去都有 就是約一成 其實那個直播性短線都有的 那我覺得可以這樣做操作先 因為你看一年 剛才提到不是不行 但是分鑽賣 因為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陳信便宜現在便宜了 不敢說是非常之一個很大升的格局 但是現在慢慢買到長勝是可以的 但是真的有耐性 始終這個大環境或者市場對你的看法 和以前都有點不同了 對我來說 你看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